我们继续讲解39补充的部分 这个39主要是讲should的运用 前面有讲过了 should的可以翻成应该 也可以翻成近然 也可以翻成万一 但是下面这两组 在英文的文法上比较难 可是呢 并没有说那么常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就好 就是说有些句型后面省略了should 因此省略之后 should后面要配原型 那这个如果是在考试 就很容易被搞混掉 这是一个陷阱的题目 这边也是一个陷阱的题目 如果要考试我们就要小心 但是一般的写作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翻过去就好了 好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句型是说 这个主词跟后面的主词是不一样的哦 这是A A 要求 要求 demand 要求 insist 坚持 order 命令 request 请求 或者是要求 suggest 是建议 建议 这边的S1是 B 或者是什么事情 应该要怎样 应该要怎样 那should的一省略 应该 这是表示应该 后面就接 原型动词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例子 最清楚 earth sky was getting dark 由于这个天空 这个earth是由于因为的意思 天空渐渐的暗得下来 你看 过去诗哦 过去诗哦 所以 他就建议 she suggested 他就建议说啊 我们 应该要立刻出发 那同学一定会被他骗到 老师 天空渐渐暗下来是过去诗 他建议也是过去诗 可是 选择的答案 竟然要用现在是 你看看 有没有 原因就是 有一个should的省略调 他建议说啊 我们应该要早点出发 比较好哦 天那么的暗 对不对 应该要早点出发 这是应该省略调了 注重词后面加圆形 所以这个在考试 你一定会出错 概率很高 要选圆形动词 这跟第二个例子 due to the coming storm due to是由于 因为这是片语型的 片语型的 也可以用because of都可以 due to the coming storm 由于台风即将来临 这个风暴 storm是风暴 风暴即将来临 所以这个事情就被要求 什么事情 在后面 这就是形式主词 后面列的是名词指句 当真正的主词 就是说 人们就请求 人们就要求 因为台风的风暴即将来到 所以这个人们请求说 the soccer game the soccer game 这是足球比赛 如果是在美国 这个就是soccer game 就是橄榄球比赛 那这个橄榄球比赛 应该要怎样 被取消 或者是被延期 那should的省略掉了 那后面就有一个原型动词 be 所以被取消是什么 be call of 或者是be cancelled 被延期 就是be put of 或者是be postpone 好 这是第一组的 我们再看第二组 它这个句型 我们讲过很多遍了 这个it就是须主词 形式主词 led后面就是真正的主词 这个也有一个should的省略掉 它说 it's necessary 什么是必要的 essential也是必要的 proper是很恰当的 advisable是很明理的 明智的 好 什么人 应该要怎样 这是很必须的 很适当的 很明理的 这一个should的省略 我们进行原型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for the firm to work well 为了这个公司 这个firm当公司 能够work well work well就运转得很好 为了公司 为了公司能够顺利的运转 那是很需要的 什么很需要啊 每个人啊 应该要尽他的职责 每个人应该要尽他的职责 那是为了公司能够运作的很好 你看看 everyone怎么会用dots呢 对不对 everyone是单数啊 应该用dots啊 可是这边竟然出现了一个do啊 是不是 你说这个会不会上当 会啊 老师也会上当啊 对 好 这个在考试上常常用到 那我们写作就比较不会在意这些 现在我们你说 everyone does 用should的直接就写出来 不会省略 直接写出should的就没事了 每个人应该要 那就是everyone should do his duty 好 翻译作文的时候 就直接写出来 别管那么多 因为它有一个应该的含义 直接就写出来 那考试就故意整理了 把should的省略 后面接原型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is proper 那是很适当的 很恰当的 什么 什么很适当 后面 we should obey 我们要应该 遵守 或者是follow 两个都是遵守 遵守什么 遵守 traffic rules 交通规则 好 我们应该要遵守 交通规则 那我们翻译 把should的写出来 不就没事了吗 对不对 对啊 翻译作文 我们就把should的写出来 就对了 for the sake of safety for the sake of safety 为了什么缘故 为了安全的缘故 我们应该要遵守 交通规则 这是很适当的 这是很恰当的 好 第三个补充 第三个补充很重要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重点 都是对于过去的 一种假设 还有猜测 先看第一个 你如果看到should的 加完成式 那就表示 过去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没有这样子做 好 这是假设法的部分 should的加完成式 第二个 must加完成式 这个must 不能翻成必须 要翻成一定 那就是说 过去一定怎样 比如说 他过去一定是当过医生 我在猜的 他以前一定是当过医生 为什么 哇 谈到医院的事情 他都了如指掌啊 对不对 所以我猜他以前一定是当医生的 好 第二个 每家完成式 就表示过去很可能 过去很可能 这也是猜测 好 哇 谈到美国 哇 他都这个描述的清清楚楚 所以我就猜他以前一定很可能住过美国 嗯 这是猜测 再来 如果是不可能 cannot have 加pb就是 过去不可能 好 怎样 好 比如说 你的朋友 该跟你讲说 汤姆骗你了啦 你被汤姆骗了啦 那你就想说 不可能 汤姆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很真实 他绝对不可能骗我 那就用 过去 好 他那个时候 绝对不可能骗我的 哎 这就是 表示过去不可能的一种猜测 这个 在考试的重点上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 因为他是在考观念 考观念 好吧 现在看历史吧 The concert last night 昨天晚上的那个音乐会 哇是wonderful 太棒了 You should have gone with us 你应该要跟我们去听啊 有没有去 没有 所以should have gone 就是 你应该要跟我们去听的啦 但是有没有去 没有 过去 昨天晚上 应该要去跟我们听 但是你没有跟我们去 好可惜哦 好 第二个 I haven't seen Jan for a week 我已经没有看到 Jan 一个礼拜了 怎么一个礼拜都没有看到人 好 这个什么人眼都没见到 那就猜了 他一定出国了 因为他做生意嘛 一定又去出国 这个做生意了 好 这就猜一次 she must have gone must 一定 要翻译一定哦 他一定已经出国 做生意了 on business 就是去做生意 一定 不要是猜测 过去一定怎样 再来看第三个 Can didn't arrive as a schedule Can呢 还没有到达耶 as a schedule 按照计划 按照被计划的一个行程 他怎么还没有到呢 对不对 到现在还没有到 已经十分钟了 好 那就猜测了 他很可能迷路咯 很可能迷路了 找不到路 后面就用完成式 He may have lost his way 迷路就 lost his way 他很可能迷路了 所以 这个都是表示过去哦 为什么 你看你前面的 讲的事情 都是过去的事情 好 这个也是 很久 一个礼拜没有 见到他了 他一定出国 出国也是过去的事情 也许是 这个一个小时前 但是不管怎样 一分钟 一秒钟之前发生的事情 通通都算过去了 好 这个观念要记住 好了 补充 有关于 血的 常常 这个 困扰同学的 结构 老师就要分析 完毕